说到林俊杰 你会想到他哪一款经典皮肤呢 是江南时期的制真青春版 还是草操时期的红发飞主流 还是学不会时期的经典铁刘海 而我最喜欢的 是这个最初最初的 站在月亮里的皮肤 《月行者》发行于2003年 是林俊杰第一张个人传辑 那个时候的JJ没有经典的刘海 脸上写满了唇针 甚至还会跳舞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班里的女生们都在讨论 肖亚轩和蔡依林谁更好看 男生们在争相背诵双击冠的歌词 似乎没有人知道林俊杰是谁 我记得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我在学校附近漫无目的地转悠 路过蝶店的时候 听到了一段柔美的弦乐 紧接着是一句清亮无比的人生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在碟店门口的感觉 仿佛地球停转 时间停止 整个世界只剩下这条悠长的旋律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叫《会有那么一天》 是JJ写的一首关于他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 那时候大街小巷流行的都是年轻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歌曲 这么一首深情眷勇的歌 着实对我印象很深 时光荏苒转眼间20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傻乎乎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音乐人 小明从一个内向的人 变成了一个缺点内向的人 2023年的我走在学校旁的蝶店 满眼都是我2003年的影子 其实蝶店很多年前就关门了 学校旁的街景早就没有了当年的样子 但是当我戴上耳机 听到这条熟悉的旋律的时候 仿佛十岁的灵魂穿越到了30岁的身体 当年熟悉的感觉到 现在没有一点点的变化 原来音乐真的有不受时间约束的魔力 我想再过20年 50岁的我回到这个消失的蝶店 我应该还是一个傻乎的小男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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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新的一年新的片场开始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哦 让我们下期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